因为就是它走时不准去了 不准了嘛 然后我说因为本身就是中股表 那时间也挺长了 可能也需要一些保养什么的 我就干脆拿来专柜保养 因为本身对于外面的店铺来说 肯定更信任专柜嘛 更信任品牌嘛 叶女士介绍 这块卡迪亚浴缸系列的手表是二手的 今年4月份花了28800块钱买的 这类手表有一定的收藏价值 所以有个专有名称叫中股表 根据服务流程时间显示 4月20号送修 8月23号完成服务 它的那个中股表有些零件是国内没有的 需要从法国总部那边寄过来的 所以拖了这么长的时间 然后我24号来去的 到捐柜之后 那我肯定是很兴奋 因为我等了四个月嘛 我真的很开心很激动 终于可以拿到了 然后我再看表盘上面都是划痕 都是磨损的痕迹 因为这个表 它的表盘是纯18K金的嘛 我一下看 因为我就震惊了 因为我送过来的时候 我的表盘状态是非常非常完美的 现在这块手表还在 卡地亚杭州万象城精品店里 叶女士提供了当天 在店里拍摄的视频 她说 自己送来保养的前一天 也就是4月19号 也拍过视频 两个视频一对比 就能看出有明显的问题 我真的是不能接受 因为我本身就非常喜欢 我很 因为这表我等了一年 我才买到 就我中股表 好像等了一年 我才蹲到这个手表 这个表是很难买吗 因为数量的确不多 我那个是迷你号 迷你号 现在的数量又非常非常非常少 另外 叶女士还提供了购买前 店家发来的视频 她说 视频中表盘的状态也是很好的 所以当时才会下单 找到卡地亚杭州万象城精品店 工作人员拿出了叶女士的这块手表 因为店内不让拍摄 记得用叶女士的手机 记录了手表的情况 然后再转两下 这好像比你之前 给我拍的视频 是没有好一些 对 它不同光线体现的 我也不一样 它那个划痕就很 它给我看的那个视频 就是感觉上面很 不光 不太光泽了 你用强光去打它 看它 它也会 不是 我就是在这里拍的视频 我没有什么强光 你们就拿擦巾布擦了一下 别的没动过了 没有 我们店铺里面也没有机器去弄 和专柜的工作人员沟通之后 对方记录了记者的联系方式 并表示会将叶女士的问题 反馈给公司 之后会有专人进行回复 另外 叶女士手上有一张服务报价 维修价格3000块钱左右 上面关于手表的状态写着 整个表壳划伤 但这份报价上 叶女士并没有签字 在小程序上的服务报价中 表壳评估的结果写着 外观描述 并没有提到有划伤 如果当天24号来取的时候 看到是现在这个表的状态 我可能就取走了 后来 卡地亚方面回复记者 经调查 万表送修时 经佩戴已存在表面划痕 送修单也明确标注说明 有划痕存在 考虑到顾客的消费体验 品牌愿意为顾客提供免费抛光服务 并尊重顾客需求 先为顾客进行免费抛光服务 顾客再支付之前产生的维修费用 后续 专柜会继续和顾客沟通 争取能够达成一致 1818黄金眼记住报道